剛剛都一直講房子 我還是很想先幫大家問這個年輕人問 年輕人常在論戰 現在低薪這麼辛苦 要經過生活品質 年輕人到底該不該趕快存錢買房子 兩位按鈴一下好不好 yes or no 確認還是差 兩個不一樣 對 不過這樣講 我跟施生輝有很多觀念 大概90% 我們經常比 大概有差不多相同 施生輝有兩個很好的觀念 我認為他在台灣的金融界 理財界已經立於經典 巴菲特 通常比以經典的時候都 你原來在真的很厲害 巴菲特就是說 投資其實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投資標的的估值 這個很難 你要估算多少價值 這要做很多的功課 第二個是如何正確看待股價的走勢 一個是投資的IQ 一個是EQ 施生輝裡頭 他以他當年這麼摔下來 然後領悟體悟下來 轉到0050 一旦轉到0050 ETF的時候 他就把估值這個問題 解決掉了 踢開了 這是先鋒基金創辦人 John Vogel也是做這樣 所以他跟著他的步伐裡頭做 我認為當時的寶來證券 研發的這個0050 現在的元大0050 然後施生輝把他推出去 一個是成立 一個推出去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很不簡單 我給他講說這個巴菲特獎 第二個他有一句名言 我覺得也把這個投資心理的素質有提高 他那句話就叫大不了套了 這兩個問題 瞬間在他手裡頭 坦白講 瓦解掉 這一點我就給他很高很高的肯定 他光這兩句話 已經可以 不朽了啦 可以把照片 已經可以提早掛在家裡頭了 因為已經 立得立功立言都已經做完了 照片拍好了嗎 他還是拍好 他還不敢掛 他這個基本上時間 我看他現在也蠻健壯的 好 但是我們 堂宇百歲啦 對對 對 掛在家裡 很多風景照啊 因為那天我們兩個在天下雜誌 在預錄的時候 他只是說 很希望他的照片能掛在牆上 我說你幹嘛那麼早掛 他說那些人都還活著 我說掛家裡頭 他說掛家裡反而不對 所以我才想到 所以我們今天拿那個 但是我們有些地方 放下估值 對對對 然後放下心魔 這兩個裡頭 坦白講 施生輝光這一點 比很多人教導 所以這一點 開口我家裡掛一張好了 好 好 那基本上買房子 那買房子不一樣哪裡 對對對 我們其實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那這個是 施生輝的看法 我覺得要修正 為什麼呢 我認為 前面稱讚你這麼多 現在才講重點 要修正 90相同 剩下5%跟10%要砍一下 不然你節目怎麼會有人看 這是精彩點 因為你可以看到盲點 時間快結束了 施生輝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坦白講 你如果低 1300萬的房子好了 你如果沒有 我的想法是 第一個你要低筒金300萬 第二個呢 你開始存頭期款 不要馬上買房 晚個三年 所以那300萬不是拿來買房子 不會 那個是當你左右付法 施生輝那個東西 晚個三年買 你如果一直買的話 你的壓力就很大 你家裡頭就亞歷三大住進來 不是秋皮特 夫妻兩個吵架 比如新冠狀會員 領個無薪假 先生就想你幹嘛當時買大房子 太太說你也同意啊 那同意我現在壓力很大 那太太說我壓力很大 要不然怎麼樣 要不然離婚嗎 離婚一出去就完了 所以當時 可是如果你是租房 1000萬 比方300萬讓它跑 讓全台灣一流的新年 趁國三年沒有離婚再買 也算比較合理 也可以 總而言之三個條件 你那一桶 第一桶經濟那怎麼樣 參與全台灣全世界的經濟成長 因為那300萬會漲到600萬 我的書上就談到 因此如果以1300萬來講 300萬你如果去買房子 那你就麻煩了 你1000萬的貸款 夫妻兩個人一年要 因為你那個年代房價便宜 現在房價不便宜 所以我認為不能同日而宇 晚個三年 我要趕快插嘴一下 台北市必須1000萬以上 新北市七八百萬 其實都走得到 所以自備款真的不用這麼多 大家直接放棄台北市 他上次這個 離開台北市吧 上次施生輝 就是說你買不起台北買樹林 我跟你講 不管你是住樹林還是住森林 你的錢 第一桶經就是不能動 因為第一桶經你看 這很久你要先存一三百萬 再準備投稅款要好久 沒有沒有 差個兩三年 夫妻兩個開始就是有個目標 我這三百萬呢 我告訴你怎麼樣 因為你這三百萬 如果差不多五六年 漲成一倍的時候就六百萬 六百萬可以 每個百分之五可以拿出多少錢 大概六百萬 五九三萬多 大概可以買到 還掉六百到七百萬的房屋貸款 所以這1000萬的時候 你手邊一直這樣 你有這個實力還掉 但你不必動 才動它百分之五 反正就晚點買房 晚個三到五年 二到五年晚一點 因為現在房價不騙 跟我們當時不一樣 但它的觀念我認為對的 要有個家 我同意它要有個家 只是我認為你晚個三到五年 整個心情會不一樣 我是六年 我是六年後才買 什麼時候六年 什麼中一六年 這個其實我有 這個可以用一下嗎 這其實我就教大家 每個月存六千塊 如果男女朋友 都按同樣的紀律 一年買三張0056 我還是用一塊錢的股息來算 當然現在我上面 七萬二好像買不到三張了 那你努力的一年買三張了 多存一點 那麼六年之後 可以存到四十九萬五 如果股息不只一塊的話 一定超過五十萬 那兩個人就可以存到一百萬了 再跟爸爸媽媽借大概三四十萬 其實就有投稅款 這個時候就把錢 通通扎下去買房子 然後呢 你之後千萬不要太早還房貸 你繼續把你的薪水拿來買0056 因為0056一年給你6% 銀行的貸款利息只有1.5% 我希望下一次我們再來一個節目 跟他來談 買房子的事情 可以可以 今天時間稍微有點短一點點 對對對 我不是說叫你現在馬上買 當然要存錢 所以你覺得就是 存完一百萬就可以進場 他是存了三百萬 都還不能夠破 因為一百萬大概可以買到樹 我跟你講 不用買到森林 你這個題目 很多小資族困惑 光這個問題能夠解答 是很有意義的 對 其實光把這個題目講清楚 我們兩個之間相同跟相義的點 很多人就會根據他的判斷說 哦原來是這樣 找到他要的 我覺得很有意義 這以後有機會再聊 下次我們來PK這個 PK一兩個就行了 你這次題目攤太多了 你這個其實一兩個 一兩個好好談 你每一題都可以聊很久 是不是 我們剛剛要吵架了 你就說時間到了 現在正要吵架 對啊 這個開始第一道題目要踩 開始有火花 是啊 光要吵的時候 你就告訴我們時間快結束了 好 其實要買房子 你覺得可以買一些 沒有電梯沒有停車位 那些都可以 對啊 大台北地區真的不需要買車 你把買車的錢 就可以做投稅款了 OK 真的不要有電梯 不要有停車位 離捷運站遠一點 真的買得起 謝謝兩位大叔 今天非常精彩的火花 那也學到很多的投資觀念 觀念無價 我覺得觀念其實比一些 戰術投資技巧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要務 是更重要的 很明顯堅持上級 我們下一集 再次跟大家來見面 好 那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禮拜三再見面了 拜拜 拜拜